创业将近20年了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经验 给那些正在创业的朋友们分享一下 朋友们 这个年头千万不要干餐饮 干餐饮就是最掉入最大的坑 为何这样说 你可逆行过后 你在大张旗鼓地干餐饮吧 朋友们 来看看我们师傅做太原特色面食 梯间面 第一步先是破面 活起来得现了 得醒一会儿 要吃到一碗好面 首先就是要把这个面和好 还要包住 大家看待会儿 醒好之后就装到这个大袍里 师傅踹几次行几次 三次 来师傅喷油了 这是油面 疫情是不是对你影响很大 特别大 特别大 哎呀 也算 其实对谁也有意思 对这一圈影响 最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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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师傅开始把面装到盘里 哎呀 师傅这一大盘能装几个这样的盘子啊 10万盘吧 10万盘 这一盘大概有多少钱 能做多少碗面 6-7碗面 6-7碗 大家看一下啊 这几盘几盘的面啊 我看你这做了6-7天 应该是还蛮成功的 可以 肯定是能赚钱 是吧 刚够生活吧 2021年 这一年下来 这一 赚了多少钱 这一年 赚了个生活费 哈哈哈 生活费也有多有少 给个大概数字多少 赚了个生活费 不敢说 不敢说 哈哈哈 这个钱呢 赚多赚10个多 你不要关心他赚多少 关心他剩下多少 哈哈 还剩 哈哈哈 比你当时他赚50万 他剩下5万 和你赚上6 还剩下5万 还是一样 哈哈哈 对对对 师傅这一分钟 你能削多少杆 7-8尺杆 7-8尺杆 100杆能不能行 也能 也能 哎呀 厉害了 小李飞到 师傅要练就 你这样的 这个功夫的话 要多长时间 大概 一会儿已经练回了 一会儿 你别骗我 告诉我吧 几年 不得看那个 一两个月吧 一两个月就可以 哎呀 大家看看啊 一根筷子做面啊 这就是 山西特色面食 梯尖的做法啊 把面用筷子削到里面 剥到里面啊 我做了特别小的一份啊 因为我刚才吃过叉椒了 它这个梯椒面也是可以浇土豆条 这边还可以加西红柿 来一点 申请申请十二元 再来点炸酱 我三样都浇一下 这边是炸酱 这边还可以加一些小料 来点儿一个 辣拔蒜 我特别喜欢吃蒜 你说这什么豆腐啊 虾酱 虾酱豆腐 咱们店里特色是吧 嗯 看得不错啊 可以 现在是中午食饭店主要 店里已经做满了 这家店还是非常受欢迎啊 你创业多少年了 我创业N年了 要是前几年开还挣钱 前几年开个饭店 挣个二三十万 绵绵的 疫情之前一年挣个二三十万 绵绵的哈 可以 这两年不可以就是 奥密托托了 这奥密托 山西特色面食 贴尖面 哎呀 在贴尖啊 这个面在山西本地 非常受欢迎啊 在外地是吃不到的啊 只能来山西吃 我来山西之后啊 也是爱上了这些面食 贴尖面啊 大鲁面啊 还有油面啊 这个贴尖面是师傅啊 就是用一根筷子 然后削出来的 两头细啊 中间粗 特别有嚼劲 特别有嚼劲 怎么样 可以浇三种鲁啊 口头条 西红柿 炸酱 你别想看那么一碗面啊 其实可以吃了很多种蔬菜的 大家配一些小菜 像黄豆啊 黄瓜山啊 好吃 特别的筋道啊 中午这么一碗面 吃老包的 很实战 你干不干 你生意好不好 你房租的得跟人交 对对 你这个必须得交 你不跟人家交 人家肯定就 干不干生意好不好 员工公司 你得一天给人照花 水电费 租金 员工公司 都得跟人家交的 你不给人家试试 这是山西省客级厨师 获得过山西烹饪协会 优质金奖的获得者 它的一道名菜 获得的就是山西省烹饪协会的 优质金奖 啥菜 过油肉 过油肉 传统过油肉 厉害 那早知道刚才在吃吃你 常常炒的过油肉吗 哎呀 这一份漂亮啊 来尝尝山西特色名次 特色名次来过油肉 让他听老板讲一下 过油肉的历史 还是从明朝那边开始的 这个肉香啊 它这个锅里的碗就是可以拌面 也可以炒面 它这个店的位置啊 是在新建南路上啊 前面是新建南路和南内环街交叉口 然后顺着新建南路这边走过来 这条街就是新建南路 去给它 去到台湾的地方 就该她有一条先 你就能看好 他们把你还不见 谢谢大家